欢迎大家收看艺术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我爱俄罗斯》是叶琳娜 科斯丘琴科的一部最佳报道作品 谷歌的续航更长 内置人工智能的相机手机 新的儿童节目《芯片奇拉》 是保守派的明目张胆的布鲁山寨版吗? 身体交换 时间扭曲和其他新的地域 扮装艺术家为了保持 Long Long Long的生命力 而与印尼的反LGBTQ偏见作斗争 请大家收看 《我爱俄罗斯》是叶琳娜 科斯丘琴科的一部最佳报道作品 《卫报》 记者叶琳娜 科斯丘琴科的书《我爱俄罗斯》 从一个失落的国家报道 收集了他发表的文章和调查报告 展示了今天俄罗斯生活的真实面貌 科斯丘琴科是独立反对派报纸新报的记者 他描述了自己在乌克兰战争前线报道的经历 以及俄罗斯自由媒体面临的挑战 他还深入探讨了俄罗斯社会边缘化个体的生活 如青少年逃亡者和精神病院的犯人 然而 这本书并没有清楚解释 俄罗斯为何回归极权统治并拥抱法西斯主义 科斯丘琴科没有探讨 普京决定在乌克兰发动血腥战争的原因 也没有猜测为什么许多俄罗斯公民支持他的行动 作者将这本书命名为 《我爱俄罗斯》也被认为有些奇怪 因为可能会被误解 尽管有缺点 《我爱俄罗斯》因其对乌克兰战争的无谓报道 和对笼罩俄罗斯社会的毁灭性宿命论的描绘而受到赞扬 科斯丘琴科的写作被描述为勇敢明亮 为读者提供了沉浸式的体验 这本书提醒人们科斯丘琴科为自己的工作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失去了祖国、家园和健康 最终 科斯丘琴科认为真正爱国的方式是对国家进行批判性和毫不畏惧的观察 谷歌的续航更长 内置人工智能的相机手机 微爆 谷歌推出了其最新旗舰智能手机Pixel 8 Pro 承诺提供7年的全面软件支持 该设备售价为999英镑约合999美元 低于苹果和三星的竞争对手 但比其前身Pixel 7 Pro贵150英镑 该手机采用精致的铝合金和玻璃设计 6.7英寸OLED屏幕 升级的面部解锁系统和新的Tensor G3芯片 它还提供了一系列融入人工智能的编辑工具和更长的软件支持 同时至少18%的材料来自回收利用 新的儿童节目 芯片奇拉 是保守派的明目张胆的布鲁山寨版吗 未爆 每日线是由政治评论员本夏皮罗和电影制片人杰里米 柏林创办的美国保守派媒体品牌 他们最近推出了一款名为Banky的新订阅流媒体应用 进军儿童娱乐领域 Banky的四个原创系列之一是芯片奇拉 一部关于一家由他们的父母在家教育的土拨鼠家族的动画片 由备受争议的前百老汇演员劳拉 奥斯内斯和演员兼文化战争战士罗布 施奈德配音 这个系列的柔和色调 与一部备受喜爱的澳大利亚动画学前系列有些相似 系列中的三个孩子和父母进行着精心设计的角色扮演 身体交换 时间扭曲和其他新的地域 未爆 今年在西班牙举办的加泰罗尼亚国际奇幻电影节 展示了一系列恐怖电影 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 包括阿根廷电影《邪恶潜伏》 它成为第一部获得该电影节西特奖最佳影片的拉美电影 以及复支 讲述了一位时装设计师发展出邪恶的分身 其他在电影节上展示的作品还包括适合的肉体 他探索了一个身体交换的故事 带来了性别流动的结果 以及你所需要的只有死亡 这是一部以爱尔兰民间恐怖故事为中心的电影 围绕着一首具有危险属性的歌曲展开 扮装艺术家为了保持Longer Long Island的生命力 而与印尼的反LGBTQ偏见作斗争 南华早报 由于保守态度 印度尼西亚的Longer Long Island舞蹈传统面临消失的风险 Longer Long Island是一个源自生育和丰收仪式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民间舞蹈 但它被污名化并被负面的标签化为促进同性恋 这个传统由扮成爪娃公主的男性表演挑战了对性别角色的刻板观念 目前只有不到100名表演者参与Longer Long Island表演 但一些人正在努力保持这一传统的活力 并促进接纳和理解 性别歧视像岩浆一样潜藏在电影行业的表面 组织者表示 未报 罗马电影节艺术总监帕奥拉·马兰加表示 对女性在电影行业中的性别歧视态度仍然普遍存在 马兰加去年被任命为该职位 于10月14日开幕式上表示 尽管女性在电影行业中的存在越来越多 但性别歧视仍然是一个问题 他解释说 他曾经遇到过一些事件 比如电子邮件或信息让你自问 如果我是个男人 你会这样对待我吗 而答案是不会 该电影节包括一个展示女性才华的160多部电影的节目 俄罗斯与欧盟唯一的开放边界上的生活 未报 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挪威与俄罗斯的关系变得紧张 格伦塞亚格布塞尔夫村是挪威与俄罗斯边境与北冰洋交汇处 因此成为游客的热门目的地 因为从那里可以直接看到俄罗斯 挪威军方在那里设有一个瞭望塔 但两国仍然共享八轮之海 尽管俄罗斯被暂停参加国际海洋调查委员会 但他们仍然会面商定补鱼配额 他们本周将会面 这种合作继续下去 因为对于两国来说 在挪威区捕捞更大的雪鱼 比在俄罗斯区捕捞仍在增长的雪鱼更有利 然而 一些限制已经实施 俄罗斯船只不再能够在挪威港口进行修理和维护 这对当地企业来说是一个重大打击 此外 乌克兰战争对基尔克内斯造成了伤害 并加剧了北极地区的紧张局势 挪威海和巴伦之海的演习 监视和关注增加 俄罗斯继续对挪威的基础设施进行测绘 如桥梁 供水和港口 悉尼著名的融化冰淇淋卡车回归海边雕塑展 悉尼先驱晨报 标志性的融化的Mr.VP 卡车雕塑炎热 晚上有可能下暴风雨 将在澳大利亚的海边雕塑展活动中回归 以庆祝其25周年 这座雕塑对全球变暖发表了评论 上一次出现在塔玛拉马海滩是17年前 在首次公开展出时 这座雕塑被爱到死 现已经过修复 并重新铸造成更耐用的玻璃纤维材料 该活动始于1997年的一天展览 如今已发展成为为期九天的活动 展出了105件艺术品 该活动的创始人正在寻求更稳定的政府资金支持 以确保未来的举办 非同寻常的不公正 坎培拉男子被判无罪 承认与受害者发生性关系 尽管此前否认 澳洲 ABC 一名男子在坎培拉一家汽车旅馆被判勒死罪名成立 但强奸罪名不成立 这名28岁的赛蒂 莫阿拉在一周的审判后被判刑 在审判期间 莫阿拉的律师向受害人提出了 他和被告从未发生过性关系的说法 然而 在被问及勒死指控的听证会上 莫阿拉改变了他的陈述 他告诉法庭 这名女子在她用手指勒住她脖子的时候 她躺在床上一分钟 全身赤裸地抵抗了 玩乐变得太贵了 华尔街日报 根据华尔街日报信用卡业务的一项调查 由于价格上涨 美国人正在削减对现场娱乐的支出 近60%的受访者表示 由于成本上涨 他们今年减少了对现场娱乐的支出 而37%的人表示 他们再也无法负担他们想参加的活动 超过20%的美国人表示 他们愿意负债 继续支付他们最喜欢的娱乐活动 根据Postar的数据 北美巡演的平均票价 今年夏季上涨到了120.11美元 比去年上涨了7.4% 比2019年上涨了27% 美银美林分析师杰西卡·莱夫·埃尔利西表示 任何现场活动 任何体验性活动都在飙升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一个常驻于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些新闻头条 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首先 我们谈到了叶莲娜 科斯丘琴科的报道作品《我爱俄罗斯》 这本书展示了当今俄罗斯生活的真实面貌 特别是对于乌克兰战争和俄罗斯社会边缘化个体的报道 尽管这本书有一些缺点 但它还是因为无谓的报道和对俄罗斯社会的描绘而受到赞扬 科斯丘琴科的写作被认为是勇敢而明亮的 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 最后 它认为真正爱国的方式是对国家进行批判性和毫不畏惧的观察 接下来 我们谈到了谷歌的新款智能手机Pixel 8 Pro 这款手机承诺提供7年的全面软件支持 并且拥有更长的续航时间和内置人工智能相机 尽管价格比较高 但这款手机的设计和功能还是受到了人们的喜爱 然后 我们提到了一个名为芯片奇拉的新儿童节目 以及加泰罗尼亚国际奇幻电影节上展示的一系列恐怖电影 这些作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并且在不同的方式下探索了身体交换 时间扭曲和其他地域的主题 我们也提到了印度尼西亚的 能罗难舞蹈传统面临的困境 以及女性在电影行业中面临的性别歧视问题 这些议题提醒我们要关注和接纳不同的文化和性别 最后我们谈到了美国人在现场娱乐支出上的削减 以及澳大利亚的一个雕塑展览活动 这些新闻提醒我们 娱乐活动的价格上涨可能会影响人们的消费习惯 这些新闻只是冰山一角 每一则新闻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影响 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态度 去了解和探索不同的观点和文化 现在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提出问题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册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就是那么虚构而行民 并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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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得